好,我們看這裡喔 首先一開始你打開你的瀏覽器 然後在Google上面打TEM Tutorial對不對 然後按Enter 按Enter之後就可以到這個TEM Tutorial Homepage 好,你點進去 好,點進去了之後呢 我們一開始 因為它裡面不會幫你裝 它只有幫你把R跟R Studio裝好 所以你一開始一定要installTEM 好,這一個 我開一下 好,一定要用這個 installTEM這個2 好,我現在點進去 好,點進來之後呢 你怎麼辦 這邊有一個 好,在這個地方有一個Tutorial2.R 有看到嗎 好,這裡面就是所有的Package 你要用到的Package都在這裡 那你就點這裡 點進來之後 全部把它選起來 Copy 然後Copy到R這個箭頭 Command window這裡 它叫Console window這裡 好,點一下按Ctrl-V 然後按Enter 它就會開始一個一個幫你裝 然後會出現一堆紅字 好,這個是我比較不喜歡R的地方 就是呢 它裝對了也是紅字 好,錯誤也是紅字這樣 可以嗎 好,那我會出現這個錯誤 你們應該不會 好,那沒有關係 我試過那個錯誤在我教學上面 目前還不會有影響 好,所以你就讓它裝 然後裝完了之後 你的R就OK 就是你TEN就可以使用了 可以嗎? 好,來你先試試看 好,那你裝到最後應該會出現一個 如果你已經有過就不用了 你用自己的都不可就不需要了 你上次已經裝過了 你不用再裝 好,那你如果用的是學校的電腦 就要裝一下 你看齁 所以我把這些PG給我來裝 所以我把這些PG給我來裝 用自己的陣子 來做自己的陣子 來做自己的陣子 好,那邊可以 有沒有人不能裝的 可以嗎? 那你那個有那麼細的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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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呢 再來我們要開個新的 我們今天要把 看看可不可以把IRT的一餐 二餐三餐都交完 好,就是怎麼RUN都交完 我們開個新的 來這裡有一個叫File 有一個叫做New File 然後一樣是一個R的 File 然後拉過來 有一個R的Script 對不對? 好,我們一樣開個新的 那你們MainLab現在應該已經學到 你們MainLab學到MScript了嗎? 你們開個新的MFile 開了嗎?還沒 還沒 還在箭頭裡面打是不是? 嗯 好吧 好 好 那我們就直接 好 反正New 等你們學到 我再跟你介紹有什麼不一樣 好 RScript 進來 好,進來之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RScript 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可以存一個名字 還記得嗎? 對不對? 你可以存檔 那你一樣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桌面上 然後你要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IRT 我們現在用的是IRT 對不對? 好,開一個IRT 存在桌面上的IRT 然後給它一個檔名 例如這叫IRT 好 Example 對不對? 在上課上面的 或者給它日期 好 記得前面盡量不要數字開頭好不好 好 2014 01020 這樣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那開完了之後呢 第一個 我們要先做什麼 要先把我們的 你還記得第一步要做什麼嗎? 忘記了 忘記了 第一步要先把10抓進來對不對? 所以要Library 還記得嗎? Library 你如果忘記怎麼打 打LIB 然後括號 然後打TAM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存檔再run 或者run 直接run 有沒有問題? 好 你run完之後 你應該會發現它會load 會出現這類東西 只要出現這個 就代表 你的10引進來了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來 所以呢 你先存一個新的檔名 像這個是還沒有存檔 為什麼?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新號 對不對? 你如果要存檔 你就按在上面這個存檔 存檔完之後呢 你在裡面打一個叫Library 10 先把10引進來 好不好? 好 那你要記得在桌面上建一個IRT的資料夾喔 這可以在桌面上建一個 你可以把10引進去 那 你自己打 你自己的電腦是玩笑的叫出來 所以你自己的電腦是玩笑的叫出來 如果你用自己的電腦是玩笑的叫出來就好了 好 再來 再來 我們要把我們的什麼 工作的資料夾 設到那個IRT對不對? 所以你要打SET 什么工作的 work director WD 然后里面分号 那里面上引号 那里面到底要放什么呢 放你桌面上IRT的路径 桌面上你点开IRT 点一下上面这个网址列 就会出现你的路径 可以吗 每个人路径应该都 你们如果全部都用XT 应该长的都一样 然后我把这个路径 右键复制 然后复制到R里面 放在SETWD的中间 这样子对吗 不对对不对 你要换什么 斜线要换边 对不对 那记得喔 斜线要换边 好 那这时候你再RUN 看看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任何错误就对了 这时候这里出现这个 红色又出现个STAR 就是没有存档 你可以按下存档 OK 或者按上面的存档都可以 好来试一下 好 空一行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是为了让你比较好看而已 好 你中间可以空10行没有问题 只是不好看而已 好 那个路径不要自己打啊 你会打错啊 用POBI了啊 没有东西 对没有错误都可以了 好 一定有人会读错 好 那读错的你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错 我用一个读错的给你看吧 好 好 好 那我现在把资料读进来了 所以READ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那个档案叫什么D1什么 忘记什么D1什么 D1scored 对不对 scored 有没有 .csv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我如果按RUN 他会出现错误 有看到错误 对不对 错误他告诉你说 他没有办法打开这个档 然后他的错误的讯息是 没有这个档 或者目录 这样可以吗 那为什么会没有 你们的应该很多人都出现这个错 对不对 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出现这个错吧 没有吗 你跑到这里 好 没有人出现这个错 没有人出现这个错 有人这个错 有人这个错 对不对 想一想 没有这个档啊 就是因为有这个档 对 也没有把那个档 存在R心里面 所以呢 我们要回到哪里 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错 就是你们要习惯一些错误 虽然R的错误都跟 对的是红色的 很讨厌 对不对 好 来我们怎么去 他告诉你说没有这个档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档下载 这个档在哪里 一样在TEN 对不对 好 TEN里面有一个叫Rush Model 有没有 Rush Model进来有一个叫做 数值的这个 数的这个test paper 跟数的data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这个data 好 所以你就按 把这个data右键 另存连结 或者右键另存目标 然后存到桌面上 你的IRT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可以吗 好 好下一次呢 你如果自己有资料的 你自己已经有像这门课 你们如果已经跟你的指导教授在做研究了 你已经把资料收集到了 对不对 那你想要做分析的 你就可以拿到课堂上来 你直接把你的资料露的进来 可以吗 好 那这时候我再run一次这一行 好 我再按run 这时候资料就读进来 对不对 好就不会有错了 好那我资料读进来 要给他叫做一个名字叫D1 好不好 第一只猪 对不对 好 run run完之后这边就会出现D1 他告诉你说D1有876个观察值 总共有15个变数 这样可以吗 好D1这里 可以接受吗 好 来试一下看看 存档 所以记得你要把档案怎样 存到里面去 还可以 存到那个是这样 可以 好 来试一下看看 存档 所以记得你要把档案怎样 你打错有好处 你打错你在叫我 你打错你在叫我 叫我 我就可以告诉你错误在哪里 就是有啦 那这个不错 你打错有好处喔 你打错还有好处喔 你打错你再叫我 你再叫我 要把學姐的摳到後面上那一根泡沫 如果你上次已經有檔你就摳不進去 不會啊 你右鍵存檔往路也不慢啊 如果今天的課上不完呢 你下個禮拜來上課之前 可以先把這牆殺好 好嗎 照顧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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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的名字 好嗎 太色了 所以我 melhores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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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警字号后面的东西是黑色的 或者是蓝色的有没有 那这个警字号的意思是说 这一行是注解 注解的意思就是它不会跑 你可以在程式里面加任何的注解 例如 例如你要一直强调自己的名字有没有 我每次都最喜欢这个例子 你写CHLI写几次都不会弄 这样可以吗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注解 我只是要跟人家讲说 我现在这一段是要开始跑Rush 这样可以吗 你要写不写都没问题 但是通常我是希望写 因为你不写回去就看不懂 所以你可以写一下 那可以给中文 你可以用中文写 所以你自己写注解 你要把这个程式抠回去 你自己写注解可以写中文 你可以每一行都写注解 像有人会习惯在后面写注解也可以 举个例子 例如这是把目前的资料夹设到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警字号 对不对 然后写中文设定资料夹 设定资料夹 可以吗 那这样你一样可以run的 可以吗 好 那你在这里 哇 我的滑鼠不牵 糟糕 最讨厌的情况发生 好 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呢 要写什么 要写说 这里是读境资料 对不对 或者写读资料 这样 可以吗 你就可以写这样的注解 好 好 那我现在这里呢 在Rush Model这里呢 我现在要开始跑Rush Model 那Rush Model呢 非常的简单 好 那我们上次有告诉你一个新的指令 对不对 好 叫Ten 直接用Ten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怎么跑呢 来 RN 好 或者叫Model M1 好不好 第一个Model 好 第一个Model呢 要跑很简单 就打一个Ten 对不对 Rush Model最简单的 然后把我的资料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跑Rush Model了 Ctrl R 它就开始跑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就跑完了 来试一下 来再看一次哦 你打M1 然后一个箭头 叫做Ten D1 就直接把D1 我把它放大好了 好 你就直接D1这个资料 这个D1是什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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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Response 对不对 那直接丢进去 然后就可以跑一参的参数出来 叫M1 可以吗 所以你直接打这一行 然后让这一行RUN就可以了 点RUN 点这个RUN 它就可以跑了 好 好 来试一下看看 我的滑鼠会不见怎么办 只好拆它在哪里 好 没关系 好 就很简单 对不对 好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好 好 就很简单 好 真麻烦 不用我的手 来 M 这里有M1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M1 有没有 好 要右边出现M1才可以哦 好 老师请问一下 为什么有时候 文字就需要一套 哦 文字 对 然后叶数就不用需要一套 哦 了解了解了解 好 可以吗 右边会出现很远快来的咧 老师有的那就是一餐的时候 有这样的是不是 对就是一餐的 所有的东西会存在里面 不是 TEN 它是那个 那个靠近名称叫TEN 你要记得那个名称叫TEN M. 欧珂 对对对 对对对对 represents 是一种 对对对对对 学中的模图 可以把它但是周22 e 对对对对文 经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在拿來的時候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們上次有教你一點點對不對 好,我們這次教多一點 首先我們先第一個先看 我M1出來了 真麻煩,我滑鼠看不到 看不到只能用拆的,不然就用手點 觸控的好處就在這裡了 來,我在這裡點一下 我可以打Summary 你看我在這個Ctrl window裡面我打Summary 然後M1按Enter 他就會把M1的一些訊息給你 你看他會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他的參數是什麼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他有什麼 Item1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第四題到第15題對不對 我把它放大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有他的這一個 這一個A來記起來 這個就是CSI有沒有看到 CSI就是我們的難度參數 所以這只好背起來沒有辦法 他的套件就是用這個 他就不喜歡用我們常見的B 我寫一個B不是很爽對不對 他就不寫B 然後他很討厭的他 右邊寫B有沒有看到 右邊那個是 右邊那個是間別參數 然後左邊這個是難度的參數 這一條是難度參數 這一條是間別度 這一條是難度 然後他難度寫A 那間別度寫B 有沒有,很想點他對不對 這不是我寫的套件 所以只好用 所以你要記得 這一條是難度喔 其實蠻好奇的 鑑別度不會有什麼 正負對不對 你要記得鑑別度一定大於 你嗎 還記得嗎 不記得嗎 還會有正負對不對 還記得嗎 不記得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來我們試試看很簡單 再做一次喔 你只要在這個Console Window底下 這個 就是在這個Window底下 來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有個箭頭對不對 對 在箭頭底下 你打一個Summary Summary 然後把你的Model M1 按Enter 就可以看到了 他不只可以看這些東西 他也可以看很多東西 他可以看他的Correlation 還有看他的Reliability 有沒有 等等 還有看他的什麼AIC BIC 這個我們都不講好不好 我們先不講 我們後面有講到再說 我先不要教那麼複雜 可以嗎 反正你只要你 M1跟試題有關的 你都可以在Summary裡面找到 可以接受嗎 只要跟試題有關的 你都可以用這個指令找到 來我把這個指令放在這裡 今天我們會一直重複這些指令 因為不管一攤二攤三攤都一樣 看不到 看不到 來 我先讓 再看一下這裡 很多人呢 很多人會看不到 看到這個東西是因為這樣 很討厭 你如果你看不到 看不到這邊 你如果看不到這邊啊 對不對 你可以點這一顆 好不好 放到最大 我點這一顆放到最大 你就會看到了有沒有 就會看到這個箭頭了 好 對對對 對 因為在Rush Margo裡面沒有見別度 對不對 一餐裡面見別度大家的角色都是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在一餐裡面 你的見別度都是一樣 對不對 大家的角色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有難度 對不對 可以喔 很簡單啊 這樣就跑出來了 好 好 我再講完一個我們再休息好不好 好 那如果我只是想要 我只要你看我上面有很多訊息對不對 對不對 有很多訊息 但是我根本只要難度就好了 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這一個難度這個東西而已 好 我只要這個東西而已 對不對 好 那我應該怎麼辦 來看這裡喔 我就在 M1下面給他加上一個 M1 然後前字號 按table鍵 它是跟試題參數有關的 所以你要選item 可以嗎 好 它跟試題參數有關 item就是試題對不對 所以你要前字號item 可以接受嗎 好 前字號 然後item 好 item完了之後 在前字號 你看item裡面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item是哪一個item啊 總共有幾個啦 然後 它的A跟B 對不對 好這個是難度喔 這個是 difficulty 可以嗎 然後這個是 discriminate 對不對 是它的鑑別度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我可以用前字號前字號 然後tape 然後選這一個 A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時候我再按一下run run 了之後呢 你看 它下面只會出現什麼 只會出現 這個沒有滑鼠跟同便 它只會出現什麼 只會出現難度D 對不對 然後最後一個是多少 負的0.791 對不對 在這裡 可以嗎 那你如果要A怎麼辦 那就是m y 前字號 item對不對 前字號 然後裡面哪一個 這個b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 A 好你可以runrun看喔 好run 你看都是什麼 怎麼都會點 沒有滑鼠 看不到它的位置 你看都是111 對不對 為什麼都是111 在rush model裡面 我們假設它的 斜率都是什麼 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它的鑑別度都是一樣的 可以嗎 我們一起的鑑別度都是一樣的 好 來試一下這個 這兩個指令 好 好我們休息一下 好 打鐘再繼續 你可以在後面自己寫註解啊 你可以在A後面這裡寫金字號 然後難度 你可以在你的程式碼後面寫註解 好 你可以自己在你的程式碼後面寫註解 好 我寫給你看好了 你可以這樣寫註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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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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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上面有沒有問題 上面如果沒有問題 給他我再重開第一次 我還用到那個箭頭 你不用按這個鍵啦 我背不起來 我自己都背不起 你在那個前置後面按這個鍵 你把它都刪掉 把它按這個鍵 我背不起來 然後選 你按到前置後面找不到 你沒有打CAM 你的D1這裡要有CAM 謝謝 善用PAPER鍵拿過來 那個背不起來 背不起來 你的D1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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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